在新城乡公所112年度 村里长法治教育及安全卫生教育活动 11号是在回南湾餐厅举办 乡长何丽台感谢村里林长 对于乡镇业务的协助以及支持 未来也会持续的向中央 花林县政府以及县议员 来争取经费建设地方 未来在村林长的协助之下 共同推动新城幸福美丽的城市 现在乡总共有246位村林长 每年都会固定举办座堂会及联营活动 11号并且在新城乡回南湾餐厅举行 112年度村里长法治教育及安全卫生教育活动 现在向上何丽台先也出光明 现在下面代表会副主席张美华 下面代表李秋南和乡镜内的村长以及林长们 现在向上何丽台表示 这次获得乡亲的支持 再次连任担任乡长 10年当中获得11多元的经费 来建设地方 在推动各乡镜业务重大建设的时候 村里长就是最好的推手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努力 各位林长在一直在年前 大家非常地帮忙 不管在选举的新通事当的一个发泛 以及在年前很多的文献 活动的文献也好 县政府的指派的工作 农民力也好 春联也好 等等 让各位忙碌表达感谢之意 这也像是一个打家庭 我经常在讲 各项的工作 除了有赖于各级民意代表 村长以及公所同仁团队 以及林长大家共同付出 可以让我们新城乡发光发亮 我要跟各位林长来报告 因为各位的努力 以及公所团队 在整个观光行销各方面 让我们台湾的产业 以及饭店业 看到了我们新城乡 公所团队不只在观光产业 农业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推动 包括在建设方面的真情 社会鼓励 包括最近我们所提供的幸福巴士 你刚刚我想各位林长 都有听到 我们整个公所的科室的主管 在整个业务上的一些报告 我想各位都非常注意要来聆听 也是各位工作的一环 在我们身为基层 跟我们村里最接近的各位林长 要当我们的全身同 要来当我们的一些媒介 甚至很多的信息 都要透过我们的林长来 多多来给我们宣导 今天想到后一台也 勤勉村里长们继续协助公所 来图同各项乡镇工作 在此也感谢大家的辛劳 共同来营造新城幸福的美丽城市 记得请问一期订阅报道 谢谢